花莲县政府利用了相关的资源 特别在一号成立了智慧教育中心 智慧英语学习体验教室 县长徐真卫希望透过各界的资源 能够加强后山的教育工作 同时也表示 花莲的教育不是后山 要领先全国从教室走到城市 花莲县政府教育处智慧教育中心 一号成立智慧英语学习体验室 配合108课纲的正式实施 以及2030年双语国家政策发展蓝图来颁布 双语教育、核心素养、跨学科学习 成为各级学校的发展主轴 学习不仅是以考试与书门之间 更是为了培育学生们面临生活 以及未来挑战的时候所需要的具备知识 建立亲识式英语学习环境 让民众以及学生体验如何使用创新科技 轻松学习英文 而在前期我们要如何让我们孩子能够迎头赶上 而花莲又地处于东台湾 所以失资难寻或失资的不足 我们要如何克服这个困境 去年三月花莲县政府成立了智慧教育中心 这是全国第一个 而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国外的团体 或者是外线市的政府机关 或者外线市的教育团体 都来到花莲来参观 花莲如何能做得到 这是我们花莲的骄傲 更是教育处的骄傲 让每一个老师 让每一个学生能够会使用 而且会运用 更会运用他的所学 解决他的生活周围的问题 现在许说会表示 花莲县政府在108年成立 全台湾第一个智慧教育中心 领先全国100% 全面推动城市教育 创客教育以及AI教育 透过基础教育 培养孩子们城市设计的能力 用教育留住花莲人口红利 让孩子们都能够留在花莲家上打拼 记得喜欢花莲视频道